我今天呢要跟高中同學去玩密室逃脫 今天畫了一個超級淡的妝 就是畫了一個幾乎感覺像是沒有的眉毛 是用KATE的三色眉粉畫的 然後眼影我只加了一點點就是眉粉那一盒 水圓膏是用這個欸 我最近新買的賽上的這一款唇釉 然後它的色號是CT4 還蠻好看的我是包擦 但是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它這個管身的設計就是很容易讓我把它用得很髒 就是沒有到非常驚豔的喜歡 但是還OK還OK 好那反正我等一下去玩密室逃脫的時候 就帶大家跟我一起去這樣 超生氣的欸 真的很生氣嗎 在等待進去而已 我們這次來的是在大直的Enter Space 它這裡是密室逃脫跟咖啡廳 我們要走到另外一個地方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然後我覺得那個遊戲超級無敵恐怖的欸 就是它很多東西都會有一些嚇人的場景 然後它是跟外星人有關的感覺 你覺得可怕嗎 超可怕啊 超可怕啊 超可怕我被那個骷髏頭嚇到 然後在旁邊好像有個東西 我就覺得它是這樣過 哇 呵呵呵 它實驚 它實驚演出未嚇 超級無敵恐怖的 欸剛剛到底是誰 就是站在碰碰槍旁邊 那妳有驚嚇嗎 妳有驚嚇是被驚嚇 我是不是被驚嚇 真的嗎 尖叫就跟著尖叫 我們連續尖叫三秒 超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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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那時候 然後尖叫就跟著尖叫 就很可怕 而且店員說我們都解出很難的題目 但是很簡單的都想超久 然後它有第一 一開始有提示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還反駁 我們反駁它的提示 但很好玩 推薦大家可以來 Vicky Vicky 然後跟我一個 以前在工作上面的學姐 就是見面 然後我們要去吃十二鍋 對我昨天吃十二鍋 但今天要去吃十二鍋的兒子 就是十二咪咪在慶城街 然後想說帶著大家一起去 然後還有吃完之後 我應該會去就是護髮 因為我頭髮的真的是 就是現在看起來好像還好 但是其實它的髮質真的是 需要被調整 喔超喜歡這個口紅 我覺得很美 是我少數擁有的偏紫色 這個是Vizze的這個 我是在日本買的 就是這種黑管的唇膏 然後應該是14號吧 對超美的 它的管身裡面是比較這種紫的 但是我是薄擦 所以就是會紅紅的 我是先擦過一層之後 然後用衛生紙壓掉 然後再點 就是在點在唇中央 超級喜歡這個紫色 我點的是南瓜起司鍋豬肉的 學姐點的是酸菜白肉鍋 她喝檸檬冬瓜冰茶 幫你做美食 我喝奶茶 開動開動 大家早安 今天的行程是要去染一染我的頭毛 等囉 還有 還沒睡醒 今天穿的是mobo 這件是mobo 褲子也是mobo 上衣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 今天風好到 其實現在髮色也是蠻好看的 你們說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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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染 所以它是看起來會有一點點層次感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染了 然後我昨天已經洗過了 然後我是覺得說 就是這個頭髮不可以搭配太濃的妝容 不然就會很像越南人 就是很容易 怂掉 所以我覺得就是搭配簡單的妝容 像我今天就是一個蠻 就是棕色調的眼影 然後配上一個裸色的唇膏 大概就這樣 就是要非常非常阿簡單 而且腮紅絕對不能動 我覺得染這個頭髮就是 就是妝容就是要非常簡單 所以還要注意 就是一不注意這種就 慨掉 我們剛剛錄了兩部影片 OMG的累 OMG 而且我今天總共錄了三部欸 就是元寶信箱兩部 然後那個EVA的解答之書一部 大家記得去看我們兩個努力的信心 欸可是我跟你說 我變得越來越就是懶得帶香氣之門 就真的好累喔 就是大家如果每天要錄Vlog的人 我真的覺得超級偉大 超偉大的 好吧 大概就這樣啦 我等一下應該就是來個耍廢一下 然後就是可能吃個晚餐之類的吧 好累喔 晚上沒什麼事了 那就先這樣啦 Bye Vlog 為什麼 我就一直偷懶啊 你就一直偷懶 我 我今天終於帶了相機出門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還弄了一個新的麥克風 那他們知道你兩頭髮嗎 啊 知道知道 今天已經有點退了我覺得 就是沒有那麼 沒有啊 沒有那麼紅 好啦還蠻紅的 今天旁邊的特別來賓是EVA 的外套 EVA的外套 她穿太多了啦我覺得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午餐 我也覺得 我們要去吃午餐啦 我喜歡點這個 欸為什麼 沒有 什麼了 沒事 不是 你要自己講你剛剛做了什麼事嗎 好 哈哈 好了嗎 開始了嗎 嗯 開始了 今天要來拍影片 結果我剛剛打開相機的時候都沒有畫面 因為我沒有帶記憶卡 記憶卡欸 記憶卡 那我今天不就報廢了嗎 還好我有帶我的 而且我整個setting都跟他完全一模一樣 哇 我真的很累耶 超醜的 超醜的 我們今天來的叫做南方魚場 好 都沒有什麼人 一家小小的一店 耶 喔喔 他有帶記憶卡嗎 沒有 這是我的 炙燒海鮮丼 這個是EVA的 什麼四 什麼的 丼 四級什麼的 四級什麼鮮 叉子 安美 你才超好吃 鮭魚卵 有 是剛剛的味噌湯 有蝦頭 我們現在要先往下一站 下一站 下一家店了 狗狗狗 喔 頭髮真的好紅喔 Oh my gosh 喔 這花好美喔 這是指牌 你先吃牌 好 吃牌好 這個 這個 那個不是在這嗎 可是我答應去找 我們現在要來東方文華看米奇 他已經看到米奇了 而且米奇是一個紅色的耶 很大耶 給你們看 完全看不到耶 為什麼 在哪 真的 很多人 欸 他們有一個這個 可是他不是米奇啊 不是 可是也是是閃 喔 轉 轉 好好吃這個品 好不好吃 我們來探班捷寶 耶 好正喔 然後捷寶請我們喝飲料 好好喝 超好的 超好的 OL官不一樣喔 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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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這個 樂飛健康廚房 我點這個 我剛剛的飯被他們遺漏了 很久才送到 可是他一發現馬上就好 對 他一發現馬上就好 對 他一發現馬上就好 然後他還送我一個茶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要趕快吃了 他們都快出來了 好 慢慢吃 今天是元宵節 看 湯圓耶 好療癒喔 胖嘟嘟的湯圓 還有 紅豆湯 嗨 現在在華山 我們隨便挑了一家咖啡廳來 這家很酷喔 給你們看 他的這個後面全部都是花 花 花店 裡面全部都是花 很漂亮 是這一家 今天都沒有什麼人耶 可能是因為是上半天 然後外面有賣一些文具或小物等等的 好像還不錯 這是我點的鐵觀音的奶茶 然後這個是紅玉的生乳捲 然後我媽點的是果汁 太冬了 嗯 嘴巴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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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我剛剛收到了這個 我要跟大家講這個乾燥話的故事 就是因為 最近Eva就在做她的新的工作室 然後我就想要去就是參觀她的工作室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要帶喬籤之禮 然後呢我原本想要送植物 但是Eva就是 可能也有點植物殺手 所以我就有害怕就是 我送她植物 然後她植物會死掉 就是這樣有點不吉利嘛 所以我就 改買乾燥花 然後我就在 就原本想要去家日花式買 但是後來就想說逛一下網路上 然後在Pinkway上面看到一個 嗯 嗯 店家就覺得欸還不錯 然後她的那個圖片就是非常的 就是 澎湃的感覺 結果她收到之後就 就只有這樣欸 她是 蠻小的 然後其實我就有點小傻眼 然後 這個要一千多塊 所以我就 覺得 有點貴 後來我媽就說其實乾燥花 就是其實蠻貴的 就是 市面上乾燥花的價錢本來就是很貴這樣 好 反正如果大家覺得 就是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就是覺得這個 我到底有沒有買貴 但是我覺得她還是很漂亮啦 就是很適合就是 嗯 拍一些商品照啊 或什麼之類的 好啦 我覺得她還蠻美的 在鏡頭前面 然後呢 我收到了一箱 Mercy Tutu我買的包裹 好開心喔 趕快看一下有什麼 啊 明細 就是 她最近這個禮拜就是做那個 丹寧系列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 我都非常喜歡 而且就是 我那天就看到 翰娜 就是她在她的 Instagram上面 就有說她 最近很愛穿了幾件 然後我就跟著她買 我想說 沒有買過 Mercy Tutu的衣服 來買 欸但是這些看起來都很棒欸 哇哇哇哇哇 我等一下來試川給大家看 這個是她送的嗎 看一下這是什麼 喔 品牌的飾品盒 第一次吃小木屋鬆餅欸 很神奇吧 我之前真的都沒有吃過 我點的是奶酥口味的 怎麼會沒對焦喔 傻眼 配的是蕭敬騰的星系 叫什麼魂球什麼西門 真的是看不下去 然後我的小木屋鬆餅都吃完了 鬆餅真的超好吃的好好吃喔 然後我決定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今天中午去找我朋友吃飯的時候 順路就是去逛了一下微風鬆高二樓的那個 一家日本迪士尼的店 然後就買到兩家戰利品 而且他們最近在七折欸 超感動 好 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家 ZAKA嗎 對 然後它是在鬆高的二樓 非常大型的戰利品 有一個是 三眼怪的一個抱枕 它超大的 眼睛是就是有一點這種 怎麼講 零片 零片感的嗎 對 就是很可愛 但我現在要想辦法把它帶回紐約先 好 然後第二個 也是一隻玩偶 耶 這是一個帶橘色眼鏡的三眼怪怪怪怪怪怪 這超可愛的 我那時候非常的猶豫到底要不要買它 因為我最近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我才在日本迪士尼買了一隻 就是也是這種直立式的 但因為它有眼鏡 我就覺得好像要再遇到很難 所以我就還是買了它 我真的完全不後悔 而且他們最近在七折 所以喜歡三眼怪的朋友 就是可以去碰碰運氣囉 哈囉大家 今天是禮拜 今天禮拜幾啊 今天禮拜五嗎 我完全忘記 我今天在家裡跟Eva拍了兩支影片 請大家敬請期待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出去 吃一個下午茶 對 然後晚上我要跟大學同學 也是吃個飯 所以就帶著大家去 今天的活動還蠻充足的 搞不好晚上還會去酒吧 就是 不行嘛 欸那一間酒吧很ok耶 就oldy goodies啊 就是它都是放一些 我們年代的歌耶 就是也不是就是500啊什麼 那個時候 然後以前練團會練的歌 老鷹啊之類的 那你們就是喝酒 我不會 我不會喝 都是我朋友在喝 真的 這個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就花嗎 乾燥花嗎 嗯 花很美 你也很美 不用了謝謝 多了多了 好期待吃喔 好 我們戰鬥最後一次 我們戰鬥最後一次 我們現在到了甜點店 叫做甜鴨吃 而且這一餐是EVA請客 她剛輸了 大家如果不知道可以去看 應該是之前的影片 應該會先上 我們點一個重乳酪 還有一個抹茶生成 抹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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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嗯 昨天呢 跟EVA去吃完蛋糕之後 我就突然就是 肚子很痛 因為我那個來 然後 我後來就沒有跟 大學同學去吃飯 然後今天星期六 一整天就是 都是很不舒服 然後我下午就睡了 睡了個覺 就是 現在就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我剛剛就剪完 我星期五跟EVA拍的影片 不過明天的行程 還蠻令人期待的 明天早上我要跟EVA 還有跟街報 去吃早午餐 然後還會再去EVA的工作室 參觀一下 我已經準備好 送她的禮物了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講的 乾燥花 沒錯 好 那就晚安啦 掰掰 今天來吃 木 這一家 Mood Easy 在大安站附近 然後跟EVA還有捷寶 但是他們還沒到 他們應該快來了 整整拍給大家看 我點的是 雜包豬 我妹也都一直在那邊 你知道它 熱壓一下 早餐蛋 陪跟早餐蛋鬆餅 你就看到 然後 去打點的是 紅色 沒有西瓜圖 西瓜圖 我要假扮了 好你講 欸 真的是整個都是紅色的欸 好酷啦 不是 我以為它 只是講那一場 沒有 它其實是個BeerPow 不是我說 因為我選去換的時候 我覺得 填它冷凍子 這樣子 就是 前身體其實是從哪裡來的 這樣 現在真的要精彩一點 對啊 真的 沒有布 我覺得是在叫食物欸 沒有布 我覺得是在叫食物欸 是吧 好可愛喔 你知道它有多什麼嗎 有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家叫 Coku嗎 Coku Cafe 古咖啡 然後我們在它的地下室 超級大的 你看 超大 超大 可是它整個風格都是那種木質調的 我覺得超棒的 然後 我們點了兩個鬆餅 然後 還有 它這邊低銷是飲料 今天就是一個狂吃的 時候 這個風格真的是太棒了 有人在狂拍 欸 我們來尋找三眼罐 超小的 真的 我沒有想讓它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偷控它一下 長進大哥 長進大哥 甚麼長進大哥 長進大哥 不是攝影大哥 哦 攝影大哥 常進人 這沒關係 我的開力德西 還是有點緊 所以我決定 要說你一張卡片 For me嗎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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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後就貼在冰箱上 可是冰箱是共用欸 我可以貼在就是家裡 請坐 請坐 就是照你兩張卡片 修好不會 兩張都是我的嗎 不然誰的 不然誰的 好可愛喔 而且好多生意很可愛喔 這個是吳小潔的 我有解的為什麼要硬的 他沒有簽名 因為我想說我幫你停留 就我想要 這樣 好可愛喔 好我回去再慢慢讀 然後這個是我想送你的一個 就是一個變調 然後順便 順便就是把字蓋出 欸等一下 我們要戒指筆 喔 他剛剛 我剛剛就是 我剛剛就是問他說 你有沒有帶筆 他就說他沒有筆 我沒有帶筆 因為我是 吳帶筆 你們有聽到嗎 嘴巴很好笑 這是我的烏龍茶 這個是巧克力鬆餅 超漂亮 這個是原味鬆餅 啊他嫩到了 看起來好Q彈的感覺 就是軟綿Q彈的感覺 一箱是來自於我的觀眾 但是他是在一個餅乾的公司上班吧 我想 然後你看超可愛包裝的餅乾 他那天就說要寄給我 然後 我就 今天就收到了耶 超快的 超可愛的 我們來拆一個好不好 好 等我一下喔 哇 哇喔 oh my god 這個 一打開就是一股奶油香 我來選一下我要吃哪一個 一個大素顏 好吃 好吃 我覺得他比 他就是有點像那種 喜餅的那種餅乾 就是非常 以前小時候拿到喜餅的那種味道 而且我爸剛回來的時候就說 這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 餅乾 他就說我要吃 然後我就說 你先等我派我很開箱做再吃 所以我爸已經就是 order這個餅乾 我再開下一個口味 這個口味 是巧克力葡萄口味 這個是一個比較小盒的 欸我覺得這種很適合就是送禮物耶 他的巧克力啊 是那種小小的巧克力碎片 這還好吃 不過他的餅乾的base都是 奶油的那種 就是跟 剛剛大和的奶油口味 就是他的base都是一樣的 這個嘛 有可愛的 附盆子杏仁口味 ok 他其實長的都是很像 非常像的感覺 但是聞起來就是不一樣 嗯 真的有附盆子在裡面 嗯 我最喜歡這個口味 他最特別 我覺得這個口味最特別 而且很香 就是那個附盆子的味道 就是你一進去的時候 就沖上你的鼻腔 好吃 而且重點是他的packaging 超可愛 我覺得packaging Kevin應該要喜歡耶 超想念Kevin的 我等一下要去幫 我的朋友們買加德鳳梨酥 就是 大家如果住國外就知道 就是外國朋友真的很愛加德鳳梨酥 就我吃前買那種就是 維樂山丘或什麼其他的 他們完全不懂 就是他們一定要加德鳳梨酥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要去幫他們買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要去幫他們買 然後我這次回台灣最喜歡喝的 這個 Soma 超好喝 我是喝原味茶Ole 剛剛去做的指甲 超級喜歡這個的 有紋路的 它是霧面的 然後其它是有點像美人魚的貝殼的感覺 超美的 超美的 然後剛剛回家就收到了Mayor Q的包裹喔 我被他們這個新品燒到超多的 這次新品都是那種復古的Style 就是很好看 就是這種很大的圖案啊 或是這種紅棕色的 其實我蠻緊張的 因為我之前做了一部Mayor Q的影片 然後超多就是都不能穿 所以我這一次就是有 更慎重的看尺寸表選尺寸 然後希望這一次的都可以穿 那我就是 再拍給大家看囉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炫耀我的新支架 超級無敵好看 我真的覺得菲菲做的型 就是越來越深得我 因為我這一次就跟他講說 我想要這個立體之紋的一個 然後他就幫我做了一個 然後其他就是做那種 有點貝殼偏光的感覺 真的非常好看 特別是在陽光下的時候 你的指甲就是會 有一種很特別的偏光 然後再配上那個霧面的紋路 就是很特別 對 好捨不得回美鍋喔 這樣我就沒辦法找菲菲做指甲了 真的超棒 很推薦 而且他的指甲就是 我上一次是 大概距離一個多月再去找他 就是保持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的指甲 應該都可以保持到 兩個月甚至兩個多月 而且我是那種很愛洗碗 就是我在過年的時候 或是最近幾天就是非常常洗碗 我其實每天都洗碗 但是手完全就是沒有事情 因為意思就是我很不認真保養 但是手就是都很完整 自己不要拍了啦 怎麼辦又吃完 又是吃完才想到要錄 自己不要拍了 自己沒東西不要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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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拍你的臉 受害者的那種 你們猜這個人的體脂在頭上 然後再猜一下這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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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被打過跨國速度 快點快點猜他的 你沒有病 我開一箱 黑眼圈 你只是媽媽 我很怕拍到你 你自己沒有梗 你不要擺 不然rei 我們那個算是 他們都是要看我的 不是要看梗 你為什麼這麼乾 Data 然後給我剪掉 好嚇壞喔 網紅朋友要多一個 網紅朋友 至少這個網紅朋友是約得出來的嘛 真的有粉絲耶 怎麼得到開始 很特別的經驗耶 第一次跟網紅朋友出發 來吃燒仙草 先用笨井的手 先用笨井的手 笨井你要入鏡嗎 我今天很狼狽耶 可是妳今天的衣服很美耶 那我就走過去 走到這邊走回來給你拍床的 不用啦 我們吃的是 在永康街的芋頭大王 那妳要挖一個芋頭起來 幫我挖芋頭 有有有看到了 它的桌子讓東西看起來很好吃 嗨 我剛剛錄完了一支戰利品的影片 超可怕的衣服 然後今天呢 決定穿這樣 這一件是在影片裡面有介紹的 我最近在Miracue買的襯衫 我很喜歡 然後我搭配了一個 咖啡色的Mobile的臉身褲 這一件臉身褲非常舒服 它是有點單身絨的材質 像這樣 然後配上這種很復古原點式的襯衫 好可愛 我要準備出門了 今天的行程是 要去幫Eva小姐整理她的工作室 喔不 先去吃一個午餐 然後再跟Eva小姐去整理她工作室 嗯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喔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找不到我 I'm Mimi的那一支 粉霧的那個筆的那一支 7號色 Oh my god 我到底丟到哪裡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顏色 但我不知道我是丟到哪一個包包裡面 所以我 有可能 要再回美國前 如果再找不到的話 我一定要再買一支 因為那個 真的是 非常好用 真的是太好用了 所以 可能今天去買吧 明天就要走了 好感傷喔 欸這件襯衫真的很好看欸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detail Oh my god 很可愛 因為它有點 就是它如果單串的話有點太花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照一件那種 整身是一樣顏色的話 就是會 比較 讓它比較沒有那麼花一點 我今天怎麼看起來那麼白啊 好奇怪 嗯 唇膏不見了 我在一家我們家附近非常漂亮的一家店 都沒有機會進來 叫二房院 然後我在等一吧 它等一下就來了 它這邊有商業午餐 這裡 然後應該也有一些 咖啡什麼的吧 反正它環境超級 很漂亮 你看 超級漂亮的 超級漂亮的 這個是一個土色雕的感覺 然後 我都在窗台旁邊 我們的餐點到了 這個是干貝耳油飯 這是梅子氣泡飲 那是甜菜跟胡麻麵 跟黑咖啡 而且這裡就說好好 對啊 這個綠色桌面超適合拍食物耶 就感覺食物都變很好吃 超強 今天晚上來吃大來小廣安 也是在一個庵間附近 好幾乎 已經吃了北排了 好幾乎瓜 好幾乎瓜 哈囉大家 我剛剛回來 然後看了一下 最後一集Vlog的片段 才發現說 完全忘記做結尾 然後停在一個很莫名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已經到我紐約的家了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很亂 然後反正 大概就是這樣囉 謝謝大家這一次 就是八集的Vlog 應該是八集吧 對 然後就是都很熱情的參與 然後 我現在已經開始想念台灣的你們了 對啊 然後昨天晚上就是回到家之後 就是 睡了一下 然後四點多就起來 然後就瘋狂整理家裡 什麼收拾 因為其實我剛搬進來之後 沒多久 就回台灣了 所以 其實我也沒什麼時間整理這個家 大概就是這樣囉 然後我要 努力的開始紐約的生活啦 然後 希望大家都可以很順利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